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小美长得比较漂亮 所以男生们都开始围着小美转 竟然受到冷落的小娜十分不爽 这天小娜发现自己暗恋的学长似乎喜欢小美 这让她记录到了极点 因此上厕所的时候 她气愤的在墙上写了一句 小美就是个大臭虫 第二天小娜看到小美抱着一对毛巾 隔得老远她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小娜以为这是毛巾发出的味道 也就没太在意 可后来她发现毛巾都是新的 一点味也没有 也就是说那股恶臭味是小美散发出来的 小娜来到厕所 看着昨天写下的话 不免犯起了嘀咕 难道和这个有关吗 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写下 学长将会喜欢我 但小娜等了半天 以为等来学长来表白 她不免有点失望 看来果然自己想多了 足球队的一个男同学阿爽和小娜开玩笑说 她长得那么丑 竟然还幻想学长能喜欢她 这可把小娜给气坏了 她忍不住又在厕所的墙上吐槽 阿爽简直就是个大疯狗 当她从厕所里出来之后 发现大家都在围着操场看 她很好奇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是阿爽莫名其妙的发疯了 她在操场上逮着人就咬 就像只疯狗一样 小娜这下明白了 原来这堵墙真的可以实现愿望 只不过必须得是诅咒人的恶毒愿望才可以 弄清楚了以后 小娜准备再好好整一下小美 可宝洁阿姨来到厕所赶走了她 她回到足球部后惊讶地发现 小美深深的臭味消失了 阿爽也恢复了正常 小娜连忙来到厕所 果然看到阿姨正在清理墙壁 小娜很生气 她关阿姨多管闲事 和她吵了一架 阿姨把这事汇报给了学校的领导 小娜因此被班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为此她更加怨恨这个阿姨了 她想让这个阿姨永远消失 于是她便来到了厕所 写下了一句诅咒的话 后来她心满意得地从厕所里出来时 同学告诉她学校出事了 宝洁阿姨在刚才上吊自杀了 小娜听到后发现自己并没有阴谋得逞的快感 反而内心十分害怕和自责 她想到只要擦掉那些话 事情就可以挽留 于是她连忙来到厕所 把刚才诅咒阿姨的话擦掉了 这招果然有效 同学告诉她 刚才阿姨竟有取迹般复活了 小娜听到后不免松了一口气 只是她没想到她所有的行为都被班长看见了眼里 班长找到小娜让她放心 说自己绝不会把她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第二天 学校又出事了 一个学生跳楼了 小娜怀疑这是班长干的 因为这个跳楼的同学和班长之前有过过节 小娜跑来质问班长 班长却告诉她别多管闲事 否则她就会把小娜的事情告诉给全校人 小娜自知理亏 也就没有办法再说什么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发现学校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事 她知道墙壁的秘密已经被泄了出去了 小娜看着身边缺胳膊少腿的同学很是自责 她飞快地跑向厕所 准备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此时周围的同学也明白小娜准备做什么 他们联盟上前阻止她 小娜只能拼命奔跑 来到厕所后迅速关门 将同学们堵在外面 她准备清理墙壁时 看到最下面有一句话 谁清理这面墙就会死去 她不敢动手了 此时门外的同学更加疯狂 小娜的惊吓中慌热地写下来 我希望所有人消失 片刻后外面终于安静了下来 小娜走出厕所 发现学校里已经空无一人 她无助地来到了大街上 这儿静得可怕 她回到家中 发现父母也都消失了 来到卫生间后 发现镜子里也没有自己了 原来她也消失了 电影到此结束 节目的最后 想摸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面墙壁 你会去写什么呢 好了 这些就到这儿了 你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